就在刚刚,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微博爆出一手资料,中国南篮国家队红队主力控卫赵纪维在内部训练赛中受伤,左脚骨裂将会缺席12天之后内亚运会。 这一噩耗一出,舆论哗然,整个中国篮篮红队都在为他祈福,希望他振作,早日亡者归来,赵纪维数据虽然不亮眼,但是他的确实是中国红队,甚至中国篮篮合并之后最稳的空位。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,赵纪维就因为晃到NBA防守汉家保罗·乔治而被外媒关注,那一球也入选了里约奥运会时大crossover,除了基本功扎式,赵纪维一手神鬼莫测的传球,非常惊艳,在亚洲赛场上,郭艾伦使人打杀人佛打杀佛的冲锋将军,而赵纪维,则更像是我做军杖,运筹为我的三军统帅。 在以往的国家队比赛中,红蓝分队之前,他的积极串联之下,不管是周腾、义剑联,还是哈德军、胡金秋等人,都有正向的表现,这次他的缺席,将会是男蓝重大的损失。 蓝鞋除了宣布了赵纪维不幸受伤的消息,还宣布了教练主力男的决定,决定由田宇祥替代赵纪维参加本次亚运会,这名年轻空位身上的担子会非常重。 由于本次亚运会强敌菲律宾队很多主力队员都没来,强敌只剩韩国队和伊朗队了,尤其是伊朗队,考虑到了伊朗队身体强壮,打法凶狠。 田宇祥和赵瑞这种年轻空位上去之后,不一定稳得住阵脚。 所以,在空位有人问题上,李娜真的难办了,再考虑到本次出亚运会,丁业宇航和周期两代NBA球员都已经归队,夺冠必失万无一失。 如果真的因为空位无法串联起整个球队,到时候阴沟里翻船,李娜就真的很可能下课了。 最后,祝福控场大脑赵季伟早日康复,王者归来。